《慈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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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送《慈心經》 跟《大悲咒》翻文 我們送《慈心經》 和《大悲咒》的法文 《慈心經》 你們有中文的翻譯 大家有沒有中文的翻譯 《慈心經》 那我可以直接念百里文 好不好 那先我們 要不要學三部 我們先禮境三部 我們先禮境三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ddha, Bhagavati, Swakato, Bhagavata, Dhamma, Sant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hatang, Veditango, Vinyuhi Thiriyasupatipannam Bhagavato Savakasangva Jupatipannam Bhagavato Savakasangva Nyayapatipannam Bhagavato Savakasangva Samichipatipannam Bhagavato Savakasangva Yagidang chakdari purisa yugang ratapurisa bukara Esamagavato Savakasangva Ahuneio, Pahuneio, Dakhineio, Anjali karaniio Anutta kan tenyak ketan loka sa diye wa buddhan sargan tanang Dhammang sanggang chokkabu Bhayangwa chanbhita-tangwa lomakuswa nahe sa di di Sishin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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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aniyamata kusale ney Yangtang sangtang padang mabisame che Sako ju che suju che Sura cho chasemudu anati mani Santu sakoa che suparo che Apak kicchuhe Salahukaruti Samtim Driyo Cien Dipako Cia Apa Ngapua Kulesu Nano Nga Cia kudindarmu Samachare Kincini E Nyewinyo Pare Upawadeyong Sukino Wa Khe Min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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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rokiteshwaraya Om Siddh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Aum Ito Vodho San Dika 先感恩師傅恢复問題 獲益良多 慈悲 呈現慈悲自己 聯繫 依製作 恢復健全 製作自己感受 那就加強了自己愛我者 懲罰效果 慈悲神如果做慈悲自己 練習一直做 會不會增長我則成為反效果 哎呀 不緊要 我們練習佛 我們還不是佛 不過我們練習佛來成佛 我們練習佛來成佛 我們還不是佛 練習佛就是放下 練習佛就是放下 先要放下非法才能夠放下法 如果沒有放下非法 無法放下法 先要放下非法才可以放下法 法是來放下非法 法是用來放下非法 法是靠法醫 沒有法醫不會練習法 法是靠法慾 沒有法就不會練習法 法醫是來退治癒癒 法醫是好的 貪醫是不好的 法醫是好的 貪醫是不好的 先用法醫來對治癒癒 先用法醫來對治貪醫 才能夠全部都放下 不然沒有辦法 先可以全部放下 如果不是沒有辦法 學佛一定要了解這個過程 學佛一定要了解這個過程 如果沒有法醫 無法入法門 如果沒有入法門 無法學法 沒有入法門 就無法學法 所以法醫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 是 發育是好的 沒有緊要 沒有緊要 感恩長老教導 我熟悉自信 常識 有時可生氣自信 有時不能 能神氣自信 感覺時候比較專心 但有點情緒高漲 呼吸會有些用力 這樣是否有穩定呢? 那第一天我們已經有講過 學佛法 學佛法 是靠作意 是靠作意 我們學佛法 因為我們被所有人把握 我們要學佛法來把握所有人 這是自在 這是智慧 我們被所有人把握 所以我們要學佛法來把握所有人 這是自在 現在不要混 吃跟背在一起 吃跟背 還是雖然很容易了解 他們是不能分解的 學吃不一樣 學背也不一樣 雖然他們很像 先了解他們的不一樣 才能夠用他們在一起 先了解他們的不一樣 才可以在一起 學佛法就是這樣 先分開 再了解互相的關係 所有的想法都有互相的關係 所有的不想法也都有互相的關係 方法就是這樣 先分開 然後再了解他們互相的關係 我們學佛法全部都在一起 我們藤女跟陳恆都是好朋友 都是坐在一個坐姿上 就是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學佛法全部都在一起 莫名、貪欲、憎恨 全部都在我們心裡 學佛法在一起 學佛法也一樣 有互相的關係 無貪、無親、無恥、坐在一個坐姿上 有互相的關係 無貪、無親、無恥、坐在一張桌裡 用癱癒一定會變成陳恆 有陳恆一定會變成癱癒 有陳恆一定變成癱癒 有陳恆一定變成癱癒 這是表示我們的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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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貪、一定會有無恥、一定會有無恥 有無恥、一定會有無恥、一定會有無恥 他們也是有互相的關係 這樣明就會明顯 所以學佛法就是減少我們的無名、學名 學佛法就是減少我們的無名、學名 現在第一天我要說明 學佛法是瞭解作意 因為有作意才有心的過程 所以心的過程是從作意開始 我們注意什麼我們的心就變成依照我們的作意 因為心是靠所言 心是反應所言、了別所言 心是了別所言 那我們怎麼注意所言 決定我們使用什麼心 我們怎樣注意所言 決定我們用什麼心 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那學佛法我又說明 我們要把握兩種作意 把握兩種作意的何方法 其實一切是提論是說明 四十種作意我們要學來把握修行的過程 不過兩個作意特別重要 什麼作意?神絕作意跟真實作意 神絕作意跟真實作意 法文叫阿迪摩克斯基曼那斯卡 阿迪摩克斯是神絕 達多阿曼那斯卡 達多阿就是真實 如是 那你們是學知心觀 悲心觀 你們是用神絕作意 現在你們是學京都 也是用神絕作意 這個也是一定要了解 此心觀、悲心觀 或者現在學政道法文 都是用性解作意 這是相似的作意 這是相似的作意 相似的作意 精度法文跟十五良心的法文 我們今天也會繼續講 有互相的關係 所以精度法文和四 無論身為法文都有互相關係 都是靠神絕作意 你決定這樣 那你就入這個境界 你決定是這樣 你就入這個境界 因為你有決定你的心 就順你的決定 因為你有決定 那你的心就順你的決定 你這個決定利益你 你要決定利益你 讓你放下 讓你調心清淨 讓你放下 調心清淨 讓你離開煩惱 所以是好的神絕 不相信是好的神絕 不相信是好不好的神絕 不相信是不好的神絕 我要為自己 我要為自己 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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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要放下 我要受 你要放下 我要拿 這是不善法的神絕 什麼是善法的神絕 什麼是善法的神絕 我要快樂 一切眾生要快樂 我要快樂 一切眾生都要快樂 我不要哭 一切眾生不要哭 我不要父,一切众生都不要父。 我要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 我要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 我要全部放下,一切众生有苦因为放不下, 我也是有苦因为放不下。 我要全部放下,一切众生没有苦所以放不下, 我也是因为有苦放不下。 所以这个圣洁是顺平平等等。 所以这个圣洁是顺平平等等。 平平等等是功德。 平平等等是空的。 不平等就是我们的不功德。 平平等等是功德,不平等就不是我们的功德。 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 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 我们放不下,所以没有办法度所有的众生。 因为我们的作与是个人的作与。 主观的作与,不是格观的作与。 佛不需要作与,因为他的作与是格观的。 如法去反应一切法。 那现在如果你们是需要自信观, 我们已经有,你是靠什么圣洁。 现在要大家修持心观,大家要靠什么圣洁。 我有快乐,我有清静的快乐。 我有快乐而不执着。 我有快乐而不执着。 我要一切众生也有这种快乐而不执着。 我要一切众生都有这种快乐而不执着。 这是相信,这是爱。 这是没有烦恼的爱。 什么是没有烦恼的爱? 这是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用快乐。 这是利益众生,利益自己,用快乐。 如果你能够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社会。 这样互相的关系会好。 因为不能够,所以互相的关系不好。 如果你能够快乐对自己家人,丈夫, 以及自己的关系,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犯粗。 很多人有问题。 很多人心不安。 很多人心不安。 因为没有这种快乐。 因为没有这种快乐。 所以你先用神节,在自己的心中, 需要这个快乐。 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参加你的感觉。 所以先用自己的心收这种快乐, 然后可以令大家参加。 。 虽然他们不快乐,你还是持维他们的乐分。 虽然他们不快乐,但是你思维他们的乐分。 他们生气,你不参加他们的心, 你还是继续持维他们的乐分。 所以他们不会把彼此长的时间, 以下来就没有。 所以他们不会很长时间发力。 这是只许关的秘密。 这个是切心观的秘密。 你参加在他们的不好的心, 你就没有办法读他们。 你参加在他们不好的心, 你就没有办法读他们。 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读。 那这是只许关的力量。 因为这个力量的只许关就是波罗蜜。 因为这个力量的只许关就是波罗蜜。 这个波罗蜜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佛又用这个不可思议的自信观的力量, 来克服他的所有的敌人。 佛又用这个波罗蜜以波罗蜜的磁心观的力量, 来克服所有的敌人。 连最厉害的恶心, 他能够克服用自信观。 连最厉害的恶心, 他也可以用磁心观来克服。 他的侄子的迪瓦达多, 他害他杀他很多生命。 不过他没有生气。 但他没有生气。 他能够忍, 他可以忍。 最后的生命, 还很多次他要杀他。 最后的生命都是很多次杀他。 他让他的血流, 不过他没有生气。 这是自信观跟忍的关系。 你能够忍, 在意你能够修慈悲。 你能够忍, 那你才可以修慈悲。 你没有忍, 你无法修慈悲, 没有办法。 你没有忍, 就没有办法修慈悲。 因为你没有办法忍耐。 你修悲心观, 就是思维一切众生的苦。 这个苦, 佛没有叫乐圣体, 他又叫苦圣体。 这是安立体。 这个安立体不容易了解。 这个安立体不容易了解。 一切众生有安立体, 因为他们实在无常。 没有办法有生, 一定有病, 有老, 有死。 每个众生就是这样。 每个众生都有生老病死。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有生, 一定有老, 一定有病, 一定有死。 有生, 一定有老病死。 这是安立体。 这个安立体。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安立体, 所以我们不了解自己。 因为我们看不到, 所以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 无法了解众生。 所以我们无法忍自己, 无法忍众生。 所以心不安。 所以出现问题, 好像现在。 所以现在出现问题。 那我们看不到问题是在里面, 不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看不到问题在里面, 不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看不到问题是在里面。 不要开自己的态度,一直是怀外面,不能够怀里面,因为对自己没有爱,对众生没有爱,对自己人没有办法忍自己的苦,没有办法忍别人的苦,导演自己,导演人家。 这种情况怎么心灰暗下来,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了解什么是自信观,什么是悲心观,再放他们在一起,上次我已经有讲过,再放在一起。 你修自信观,你不是使为众生的苦,你不是使为自己的苦,你是使为一切众生的乐分, 修自信观是使为一切众生的苦分,连有快乐的众生还是有苦,为什么有苦,因为他们还是在无常里面, 那佛是说明我们的苦,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无法解除。 但是说明我们的苦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无法解除。 不过也不能说不是真的,也不能说不是真的。 它是方便来了解究竟乐。 它是方便来了解究竟乐。 如果没有了解苦,你无法了解究竟乐。 究竟乐是超越时间的乐和时间的苦。 究竟乐超越世间的苦和乐。 所以你有了解这种境界,你才能够了解第一深意的。 现在你们是修进度法门,你们是修事无良心,就是菩萨法门,不是圣文法门。 现在大家修四无量心静度法门,就是菩萨法,不是圣文法。 第一,从生意的了解为果,了解因为苦。 从生意体的果,了解因为苦。 了解这个苦,能够超越。 在什么情况能够超越。 什么情况能够超越。 在清淨的无运。 清淨的无运。 清淨的无运就是生意体。 清淨的无运就是生意体。 这个精度就是代表清淨的无运。 淨土就是代表清淨的无运。 在清淨的无运,所缘是清淨的无运。 因为所缘是清淨,所以说是清淨。 因为所缘是清淨,所以受是清淨。 想是清淨。 思是清淨。 识是清淨。 分别就是心,识是清淨。 分别就是心,识就是清淨。 所以思维这种清淨。 思维这种清淨。 你们能够调自己的心清淨。 自己的心清淨是靠自己的感觉清淨。 自己的感情清淨。 因为心分别是什么? 心分别是什么? 心分别是感受。 心分别是靠感受。 心分别是靠感受。 如果说不是伤心的说, 心也变成伤心的心。 心分别合理的作意。 这个静土从菩萨道角度来看, 就是合理的作意。 这个静土从菩萨道来看, 就是合理的作意。 让你顺清淨的无音。 清淨的无音是深一点。 让你顺清淨的无音性而体。 虽然你是靠圣解, 所以还不是究竟。 所以你是靠圣解, 也不是究竟。 不过是信究竟。 不过是信究竟。 所以能够想在京都那边, 就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可以身在淨土, 那边可以得到解脱。 这个淨土就是神, 什么淨土就是天。 什么淨土就是天。 什么天? 就是弥勒佛那边的天。 什么天? 就是弥勒佛那边的天。 就是那个愚解的天。 欲解的天。 在你的愚解的天, 因为菩萨佛的功德, 全部都是清淨。 因为菩萨佛的功德全部都是清淨。 因为她的愚。 因为她的愚。 你在这个境界, 你是信她的愚。 那你在这个评价信她的愚。 靠她的力量, 的愚的力量, 你就能够称呼。 那现在关于自信观。 现在关于慈心观。 哦,还有问题, 我不要讲太多, 先回答那些问题。 未能生起自信时, 会有很多妄想。 未能生起自信时, 会有很多妄想。 放你转身于四个愚。 防我专心于四个愚。 用力去转足四个愚。 未能生起自信时有些急躁。 放松些又容易昏沉。 除了耐心忍耐, 除了耐心忍耐, 请问长老还可如何对治? 智慧。 只有智慧, 能够对治所有障碍。 如果心没有智慧的光明, 那就很难处理那些障碍。 所以我们都是靠智慧, 才能够如所有的法门。 所以我们都是靠智慧入所有法门。 智慧是靠什么?智慧是靠宣。 智慧是靠寻思。 因为你寻思所缘, 所以你就是信智慧。 因为你寻思所缘, 所以你信智慧。 以照阿比达摩。 智慧就是智慧跟思, 就是依止在一起。 智慧是分别。 分别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靠你的思, 你的意志。 分别是一个过程, 是靠你的识, 你的意志。 所以你要多多寻求, 多多思察你的所缘, 来让智慧的光明出现在你的心。 所以你要多多寻求, 多多自察你的所缘, 令你的心出现你的所缘。 多多思为你的所缘, 让你的所缘很清楚。 你的指质, 你的帮助是在那个四个缘。 多多思为你的所缘, 令你的所缘很清楚。 你的支持在你四个缘。 四个缘, 让你信智慧观的清淨的爱。 四个缘, 令你信慧观清淨爱的境界。 如果你能够信这种感觉, 那你不需要一直信他们, 一直思维他们。 如果所有人还不是很清楚, 还会红尘, 那你一定需要用意志, 用精淨, 思维你的境界。 这个四个缘, 是来思维你的境界。 思维就是信心。 如果信那四个缘, 那就不需要思维那些评解。 但是如果有分层, 那一定要去思维那四个缘。 所以有指挥, 已经有思维。 有智慧有思维。 已经有精进。 已经有精进。 和气在一起。 因为有那些条件, 就能够放松, 而不空尘。 如果没有那些条件, 放松就会空尘。 没有那些条件, 放松就会空尘。 为什么空尘? 因为所有人不明显。 如果所有人很明显, 不可能可以空尘, 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不明显, 所以会空尘。 所以很明显, 不可能空尘。 所有人不明显, 才能够空尘,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不明显才会空尘,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请不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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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辱,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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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世界分别, 都会出现智慧之关。 羞辱, 和世界分别, 都会出现智慧之关。 那我已经有讲过一套阿含经, 阿含经, 阿含经, 如果你要解脱智慧出现, 你要配合, 十五良心, 跟十年初。 那已经是阿含经, 和阿含经, 和阿含经有讲过, 如果你要解脱, 那你就要收四列柱, 配合四五良心。 现在你们有选择, 尽都法门, 尽都是菩萨的修行。 如果大家有选择, 尽都法门就是菩萨的修行。 因为罗汉不是要需要什么精度。 声门罗汉不需要收什么精度。 菩萨, 大乘佛教的修行, 就是靠精度, 在精度里面, 度众生。 大乘的修行就是靠精度。 那所以我要说明, 依照慧原法师, 依照大乘佛教, 这个执行官, 不但所有人是一切众生。 所以依照慧原大师, 是心观所缘, 不单止是一切众生。 而且也是一切法。 也是究竟是持心观。 就是佛多的境界。 就是无缘持心观。 这个无缘持心观一定有智慧的光明。 这个智慧的光明可以处理所有的烦恼。 因为你们是修菩萨法吗? 因为大家修菩萨法。 从无分别心也可以了解有分别心的执行。 从无分别心也可以了解有分别心的执行。 平常是从有分别心了解无分别心。 你为什么不会从无分别心了解分别心? 这是菩萨的法吗? 不过两个无分别心跟有分别心不要注重。 不过两个无分别心。 不过两个无分别心没有执行。 这是无量心。 这是精度的目标。 这是四无量心和精度的目标。 所以你们比方说参考大乘庄念论。 所以大家参考大乘庄念论。 是米勒佛。 它说明这个执行官在大乘佛教有四个目标。 四无量心有四个目标。 说明四无量心有四个目标。 第一目标就是好想尽多语。 是神、神。 superior verse。 第一目标就是深深。 深深。 很深的神。 神节的神。 神节的神。 神。 出生的神。 哦,圣神。 圣神。 圣里的圣,出生的神。 圣神。 这是跟精度的关系。 你也是需要精度来得到圣神。 这个是静度的关系。 你也是修静去得到圣神。 那你需要自信观、悲信观、悉信观、 也是来得到十二以后,你出生在信解脱的境界。 愈珍在隆喜资的情境界就是生平等、受平等。 注定的是第一目标。 这样这是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是合智慧。 吃什么智慧。 無分別的智慧,我已經有講過。 這個精度的法門跟持無良心的互相的關係, 兩個都是信無分別的智慧。 冰冰等等。 一切眾生樂,冰冰等等, 一切眾生公,冰冰等等, 一切眾生死,冰冰等等, 一切眾生無煩惱,冰冰等等。 一切眾生慈悲喜,樂,悲喜,無煩惱,平衡等等。 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聖身合致還有什麼? 聖身合致還有什麼? 想一想。 冷一冷。 還有對峙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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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土和四無良心都是對峙障礙。 什麼障礙? 痴是對峙恨。 痴是對峙恨。 悲是對峙害心。 痴是對峙恨的心。 痴是對峙不思。 痴是對峙不喜。 痴是對峙所有的煩惱。 痴是對峙所有的煩惱。 痴是對峙際, 痴是對峙為 NATO。 那這樣才能夠平平等等 不然沒有辦法平等 那就可以平平等等 要不然沒有辦法平等 那這是他們互相的關係 那先看那些問題 修如 我們已經有另外還想問 另外還想問呢 觀想喜歡或不喜歡的人時 可能夠去與這個人不愉快經驗 而犯癌自身神奇 但不應如何對峙 但下應如何對峙 對不起 謝謝 觀想喜歡或不喜歡的人會勾氣 不愉快的經驗 妨害磁心生氣 那當下應該如何對峙 那時候你已經離開你的願 那時候你已經離開你的願 你要入你的妄想 那你當下要離開你的妄想 跟你的願相應 因為我已經有講好幾次 你是用那些人物 你不是來思維他們對你好還是不好 你是思維理 道理 你不是來思維他們的煩惱 你不是來思維他們的煩惱 還是他們的功德 你是思維他們的怎麼得到心冰淡 你思維他們的煩惱 那不是思維他們的煩惱 你怎麼得到心平平等 這是理想 不理想就是因為你的情想 喜歡不喜歡 如果沒有喜歡不喜歡 你不管 理想就是你的情況 有喜歡和不喜歡 沒有喜歡不喜歡就不理 那就是我們眾生 因為我們不是佛 我們一定會有那些情想 因為我們小小小心 我們看不到他們很清楚 你小心多 那他們會越來越明顯 那你會越來越嚴厲那些情形 所以你的心會越來越平等 這是我們眾生的情況 我們收得少才不知道 我們越收得多 就越來越見到的情況 你就會遠離那些情況 你就會去平等 就是學佛法的過程 先如實觀 才能夠遠離 你遠離 才能夠利益 你離意 才能夠放下 那這個學佛的情況 要如實觀才可以遠離 你沒有如實觀 你沒有辦法遠離 你沒有辦法遠離 你沒有辦法利益 你沒有辦法利益 你沒有辦法放下 因為沒有辦法放下 就不是佛 那你是如實觀 就會遠離 便會離獄 便可以放下 放下 便不是佛 你看你不是佛 所以你會靜靜 你想你是怎麼樣 你不會靜靜 因為你想我是這個 我是那個 我是好 我是不好 是這個 是那個 那你就不會靜靜 所以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 才能夠如實精進 不然精進 不是如實精進 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 才可以如實精進 如果不是精進 就不是如實精進 是靠正念 沒有正念 無法如實精進 沒有正念 就無法入如實精進 因為無法入如實精進 所以留在煩惱裡面 因為無法如實精進 所以留在煩惱裡面 所以思維可以的眾生 哎呀我的兄弟 我小的時候 他對我怎麼樣 我的母親為什麼 他那個時候這樣說 他讓我受苦 那這不是 這是妄想 這不是需要 破壞分別的行星 來得到 心病病等等的了解 那思維眾生對自己 怎樣做 那這些妄想 不是用來破壞 限制 不是平定等等 那怎麼當下處理 當下正念 因為沒有正念 因為沒有正念 沒有辦法如實精進 當下正念 就可以處理了 沒有辦法如實精進 就留在煩惱裡面 那你無法如實精進 就留在煩惱裡面 哎呀 很簡單 進入在對親人做自信官時 眼睛就留下眼淚 對親人做自信官的時候 眼睛就留下眼淚 對啦 內心很平靜 沒有膽妄想 那請張諾開始 為何有這個情況 那其實流淚不一定是不好 流淚不一定是不好 昨天你們沒有在 我又講過那些道理 也連羅漢還會流淚 不過他的感情是清淨 但他的感情是清淨 我們平常流淚 感情不一定是清淨 我們平常流淚 感情不一定是清淨 如果感情是清淨 流淚沒有什麼過失 不是錯誤 如果感情是清淨流淚 沒有什麼過失 不是錯誤 而且流淚也會變成一種清淨化的過程 而且流淚也會變成一種清淨化的過程 你不用擔心一些 所以流淚讓他有五十位 流淚就被流淚 沒有所謂 流淚不是一個錯誤 流淚不是一個錯誤 不是不善心 不善心就是貪意、誠恨 無名 跟貪意、誠恨、無名 不一定有什麼關係 如果心有正念、誠直 那就沒有無名 心有正念、誠直 就沒有無名 誠恨、更貪意 不會太明顯 那就是善心的過程 跟清淨化有關係 你會流淚因為你感恩化 你會流淚因為你感恩化 這是很好的流淚 很好的流淚 你會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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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人家有三種感恩給你 她交通 未來可否多解釋之間 因為我曾經試過以親人為所謂聯繫自信場 但在現實中見到這個親人還是很執著不快樂時 請感傷反而有很大衝擊 莊藻的境界更顯示很小 更請長老執政感恩 長老可否解釋一點點 因為我曾經試過與親人以去為所謂練習慈心事 但當現實中見到這個親人還是很執著很不開心 情感上反而有很大的衝擊 創造的境界與現實混淆 懇請長老執政 所有修行的所依就是正念 這種情況就是因為沒有正念 沒有正念所以你已經理解順你的願的境界 你離開你的法門 你離開你的野處 那所有的煩惱會出來 離開你的法門 離開你的業處 所有煩惱會出來 所以你在什麼情況下 即使讓你的心 入深入清淨化的過程 因為你離不開你的野處 你的法門 所以你在任何情況令你有心進入清淨化的過程 因為你離不開你的業處 你的法門 這是你的神界作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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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順著你的神界作義 變成跟祂的所 讓你運到的境界 要變成跟祂相應 那你要順著你的神界作義和祂相應 那你的問題解決了 你的問題解決了 那有正念再會有正知 正知就是處理那些煩惱的傾向 所以你繼續在清淨的境界 靜度法門也是這樣一樣 請問敵人的定義是什麼 敵人的定義很簡單 敵人的定義很簡單 敵人的定義是你不喜歡 敵人的定義是什麼 敵人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你喜歡 在大神佛教的三三經有寫 就是如佛提心論 有寫 如果你還有敵人 這是為菩薩的小心最可憐的事情 如果你還有敵人 這個是菩薩的修行裡面最可憐的事情 真的菩薩沒有什麼敵人 真的菩薩沒有什麼敵人 真的菩薩是所有眾生的朋友 如果你還有敵人在你的心裡面 那你要慘悔 如果你還有敵人在心裡面 那你要慘悔 如果你現在沒有你導演的人 你一定要了解 你是用這個敵人來 和教練的傾向 你一定有 我們是用敵人來克服我們討厭的傾向 我們不是佛 一定要有這個傾向 我們發脾氣的傾向 所以我又說明這個破壞選擇不是來所謂什麼人物是怎麼樣 是來瞭解道理什麼道理 平等的心 所以講到說明破壞限制不是思維人物 是來瞭解道理平等的心 你了解平等的心才能入定自信 無量自信定無量被信定無量 Overall、世信定無量、實信定 因為你了解平等的道理 了解平等的道理才能入不中的慈、悲、氣、蛇、來入了定 有量的心才會有發脾氣的情況, 還會有執著的情況, 因為無量就是平等, 所以那些情相就不會隱形。 有量的心才會發脾氣不平等, 如果所願是無量, 那些傾向不明顯就會平等。 他們不平等因為你了別你的對象, 為情相的對象, 你喜歡的對象, 不喜歡的對象, 不管他的對象。 不平等因為了別你的對象, 為喜歡、不起喜歡你的傾向。 這個傾向在我們的心是很深, 這個傾向在我們的心是很深, 很難估計有多深。 無量的生命, 我們有靠這個傾向一直生死, 無量的生命都是靠這個傾向一直生死。 因為這種分別性。 如果是傷心, 那就出生在好的情況, 如果是不傷心, 出生在不好的情況。 我們無量生命又出生在好的情況, 不好的情況。 我們無量生命又出生在好的情況。 我們無量生命又出生在好和不好的情況。 現在我們的心也是這樣, 一下子在好的情況, 一下子在不好的情況, 一下子發脾氣, 一下子在執著, 一下子在… 不管它怎麼樣, 它跟你跟它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我們的心也不一樣, 一下子就執著, 一下子就發脾氣, 一下子就無理去。 這是我們的無名的傾向。 因為這個傾向, 我們有受苦, 無量劫現在我們還繼續受苦。 因為這個傾向, 所以我們無量劫受苦, 連現在我們都繼續受苦。 那你是修師無量心, 你是修精度, 來看出來, 這個傾向為你是不好。 我們修四無良心淨土, 就是看出這個情況對我們是不好。 當然, 你的心不安, 你的心不清淨, 你的心不安。 讓你的心不安。 不清淨和亂。 你能夠看得到很清楚, 才能夠在心裏面 找到智慧的光明。 看得到很清楚, 才能在心裏面見到智慧的光明。 因為你看不到很清楚,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那些情形。 因為你看不到很清楚, 所以沒有辦法處理那些傾向。 因為你讓它們繼續, 所以它們變成越來越明顯。 因為你令它繼續, 所以變得越來越明顯。 結果你的心越來越不安。 結果你的心就越來越不安。 所以你一定需要淨土法門, 你一定需要數量心法門, 來讓那些傾向變成越來越不明顯。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你很導演的人物, 就是很好。 不過你過去的時間, 你一定有什麼老師你不習慣, 什麼同學你不習慣, 你會記得他們。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你, 討厭的人物, 那些是很好。 但是你一定在過去的經驗, 會找到什麼老師你不喜歡的。 那你可以討厭他們。 你還帶他們在你的心。 你還在你的心裡帶著他們。 難怪你的傾向還在。 難怪你的傾向還在。 那如果你找不到那個小朋友的時候, 誰懂學有害你, 還是老師有害你, 還是什麼陌生有害你, 那你就找什麼真實家你不喜歡。 在我們的歷史裡面, 很多人說不可思議的哭的政治家, 你可以記得他們, 用他們為所言。 那如果你在你的經驗, 找不到那些很癢的對象, 那你可以找一些政治家。 那有些政治家曾經害過很多人的, 那可以用它為對象。 你的所言不是重要, 重要是你了解理想, 了解道理, 了解怎麼真的如, 那個破壞選擇的修行。 你沒有破壞選擇, 你沒有辦法如無量性的頂。 沒有辦法。 那所言是誰不是重要, 它是用來了解理想, 了解道理, 了解破壞限制的, 這個所言如果沒有破壞限制, 沒有辦法入無量。 所以這個自信環它有此地, 像自己在破壞選擇, 再過大所言, 變成一切中生, 沒有例外。 但是你可以如自信為無量性。 這個自信為無量性, 已經沒有分別, 所有的眾生包括在於你。 所以慈心是有慈底, 才是做自己, 然後光大所言, 然後去到無量。 那你無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無分別。 因為佛, 因為佛, 依照大聖佛教過期的生命, 它能夠用這種心。 分別過去的生命, 可以用這種心。 它連可以殺為眾生, 不過沒有受不好性的果報。 因為它是殺來度眾生。 所以沒有受不善心的果報。 所以不會受不善心的果報。 它殺一個眾生, 要殺五百眾生。 所以它是殺來救命。 它能夠這樣做, 因為它的心有力量。 它的心有什麼力量? 智慧的力量。 它會了解那個不好人的意圖, 它要殺那麼多人。 它這樣做是靠心的力量, 就是智慧的力量。 它會了解那個不好的人的意圖, 去殺那麼多的眾生。 來避免這種情況, 逃殺無辜。 來避免這個人去殺無辜。 這是菩薩道才有這種道理。 菩薩道才有這種道理。 這是其實菩薩道的好處。 這是菩薩道的好處。 菩薩道的好處。 一些我以心向它。 它最後在世界消失的局勢 但是有利益衝動。 現在我想起自己正如此,而度也非常珍貴 如果做觀想敵人時,曾老可有建議該如何去選呢? 請問敵人的定義是甚麼,可否是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 如果是和我自身貼近一些,大多是我怕見到的 或者認為對我不友善的人,一些是以往想去 最好在這個世界消失,或者是同時有利益衝突的 現在我想起我曾經如此惡毒都非常慚愧 如果做觀想敵人時,長老可否有甚麼建議去選呢? 我們又說明破壞限制的過程要思維道理,不要思維人 我們又說明破壞限制的過程要思維道理,不是思維人 人不是重要,重要是道理 人不是重要,重要是道理 如果你開始思維人,不思維道理,那你就要離開這個思維良心的過程 如果你思維人,不是思維道理,你就離開死無論心的智慧 這是不正念 不正念就是煩惱的根本 不正念就是煩惱的根本 因為有不正念,所以不正定 因為有不正念,所以不正定 不正念就是讓你受苦,也讓人受苦 不正念就是被自己和別人受苦 你能夠不正念,發脾氣很厲害,越來越厲害 你有這個不正念就發脾氣很厲害,越來越厲害 那你自己可憐,而你的對象越來越可憐 你自己可憐你的對象也越來越可憐 那這是不正念 這個是不正念 那不正念,結果不正定 結果就是不正正準 所以無根不會平等 無根不會平等,不會變成無力 那心沒有力量 那哪裏有解釋,哪裏有中道,沒有什麼 那裏有各自和中道,什麼都沒有 中道是靠心平平等 中道是靠心平平等 你修菩薩道,你是可以得到這個道理用五分別心 然後菩薩道就是為了得到這個道理用五分別心 神文多方是靠有分別心來瞭解這個道理 那現在我們可以休息一會兒 然後我們就直接修 然後直接修 你修菩道理用五分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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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所緣就是我們無明心的所緣 就是討厭的人物 你修菩道理用五分別心 要特別多多修 討厭的人物要特別多多修 親恨心是我們心裏最黑的心 眾生受苦不可死的苦 就是因為親恨心 不是因為貪心 眾生受不可施的苦 是因為親恨心 不是因為貪心 不過有貪心 所以再會有親恨心 一定要了解他們的關係 不過是因為貪心才有親恨心 一定要了解他們的關係 不過平常是因為貪心特別強 所以憎恨心特別強 所以憎恨心特別強 什麼貪心特別強 什麼貪心特別強 權力的貪心 我厲害的貪心 我厲害的貪心 傲慢的貪心 所以憎恨心特別強 所以憎恨心特別強 因為這個擔心,所以那麼多人,無量無量人,有受無量無量苦。 所以它是在我們的心,最危險的心。 我們要控制別人,我們要受別人的攻擊,我們要超越小人變成大人。 如果是為得到權力,得到能力控制別人,就是最容易發脾氣的心。 如果是為了權力,為了有能力控制別人,就是最容易發脾氣的心。 所以你們可以選擇你們是不喜歡的政治家還是老師, 一定有哪些人物可以用他們。 可以選擇不喜歡的政治家或者老師,一定有這些人物可以用他們。 因為我們還有這種傾向,我們不會隨意眾生的功德。 所以我們看有真正功德的人,我們不隨意。 所以我們看到真正功德的人,我們不隨意。 不高興。 因為我們有基督。 因為我們有妒忌。 基督也就是嗔恨心。 妒忌就是嗔恨心。 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不要別人知道,別人參加,這個也是嗔恨心。 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不想其他人知道,不想其他人參加,這個也是嗔恨心。 所以你這樣思維你的敵人,你也是減少你的基督和你的錢的傾向。 你這樣思維你的敵人,你也是減少你的妒忌和你的省嘆的傾向。 你不要別人參加在你的好處,別人的好處就是敵人,這個就是夢。 所以多多思維,連你導演的人還有他們的樂分。 他們做不好的事,不是因為他們要這樣做,因為他們有無名。 他們做不好的事,不是因為他們要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有無名。 所以其實他們是可憐。 所以其實他們是可憐。 如果你這樣思維,就會找到簡單。 如果你這樣思維心,就會找到慶愛。 我這樣叫做好了。 你這樣說。 說話,你不講話。 你這樣說你們在台灣人一起看我的戶口中。 沒理由你來看我。